大家好,我是陈美濤! 新的《射雕英雄傳》已經開播了! 這次又是誰做郭靖、黃蓉呢? 大家最關注的當然是演員! 據說,郭靖由木古野古吉乎此沙飾演。 此沙是宜族人,電影學院出身, 曾經飾演過《風神三部曲》的楊展。 觀眾並不是懷疑她的演技, 但郭靖是看人,此沙是宜族人, 五官立體,樣子還有幾分邪氣, 看起來就像楊康多些。 黃蓉由包上恩飾演,樣子很甜蜜, 但比較像鄰家女孩, 可不可以做到聰明絕頂、古靈精怪的黃蓉? 就要看她的演技吧! 曾經演過《木念池》的孟子儀, 今次會飾演梅超峰。 她生得像一個很漂亮的壞女人, 外表也符合梅超峰的設定。 到時說不定大家還會叫她最美梅超峰。 黃子變青蛙的黃子明道, 會做南帝段志興。 當年的男神要出家了, 黃子變和尚。 威猛霸氣的何潤東, 就會做北蓋洪七公。 兩個英俊, 一個做和尚, 一個做乞丐, 就是歲月無情。 東邪黃藥絲是周一維, 網民不太滿意這個選角, 覺得黃藥絲應該比較瀟灑。 但周一維的外表比較油膩, 未必有黃藥絲的氣度。 西獨歐陽鋒是高偉光, 三生三世的東華低君。 她多數做高大英俊的人生勝利組, 今次要做瘋瘋癲癲癲的奸角, 不知可否突破自己呢? 還有,黃藥飾演林朝英, 她的樣子很大戲, 像上一代的絕頂高手。 陳都玲做馮衡, 有人說陳都玲的樣子很清純, 像小龍女多些, 不像馮衡那麼聰明古怪。 不過, 原著沒有仔細描寫過馮衡的外貌, 她不一定像黃蓉, 她也是外表很清純無知, 心絕頂聰明。 除了演員之外, 新射雕英雄轉分為五個單元, 分別是鐵血丹心, 東邪西毒, 南低北蓋, 九陰真經, 和華山論劍。 由五個不同的導演分開執導, 但只有鐵血丹心的主角是郭靖和黃蓉。 其他四個單元, 主角都是上一代的五絕高手。 雖然稱為射雕英雄轉, 但更像是射雕英雄轉的前轉。 不過, 是否前轉就不是最重要的。 只要劇情合理, 打戲夠精彩, 觀眾都可以接受一些適當的改編。 大家怎樣看這套新劇呢?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, 記得給個like和分享給你的朋友, 還有按下這個小鈴鐺, 訂閱口述武俠頻道, 才有更多武俠的影片。 影片簡介還有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,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我的生活狀況, 記得follow一下。